台股發生歷史性崩跌 讓在高檔買進的投資人 面臨套牢窘境 為了避免違約交割 部分民眾選擇 典當物品 周轉資金 7月底到昨天為止 我們整個職界餘額 增加了420幾萬元 職界客戶通常 我們不會主動去詢問說 他是職界的用途是做什麼 不過在櫃台 同仁有時候會聽到說 少部分的客戶是 因為股市下跌的需求 需要來辦理新增職界 動職處也透露 平均每天有上百位民眾 到公營當鋪各分處辦理業務 甚至9點營業就上門 比較主要的都是黃金類 還有就是高級手錶 另外就是鑽戒 是我們大概職界品項的大眾 重錯千點以後 台股6日跌身強談 成交金額超過6000億元 多加券商通報 違約交割金額恐怕超過2億元 喂 宋先生您好 這邊是群運證券管錢分公司 我是宇輝 那這邊通知您明天早上10點前 有交割款 目前還差3萬元 在這邊麻煩您再幫我補進去 台股上沖下洗 讓投資人和營業員戰戰兢兢 就怕趕不上T加2期限 影響信用紀錄 甚至背上刑事責任 近日報黃俊委托委慈陽凱俊 台北報導